通过这个福仔我们能看到 虽然它腿短 但是它很积极向上 它能够利用自己的这些潜力 来和我们的这个 警犬技术工作进行了一个结合 来进一步发挥它的这个价值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它其实起到了一个 很正向积极的一个引导 近日一只名叫福仔的警犬 在微方亮相 作为全国首支科技警犬 福仔的出现 打破了公众对于小短腿 不能胜任警犬工作的刻板印象 和常见高大威猛 体型矫健的警犬不同 它用标志性的快乐笑脸和小短腿 以及精湛的搜报技术 迅速走红网络 在吸引广大网友的同时 也有人提出质疑 科技能否胜任警犬工作 它的独特优势在哪里 带着疑问 中心设计者来到微方昌乐警犬基地 看到训导员赵青帅 正在对福仔进行训练 优势的话 首先的话长得长相比较平民 更加亲民 像我们正常出任务的话 像机场啦 然后是火车站之类的 人们首先不会对犬产生 特别大的抵触 再一个的话 像体型较小 可以完成一些大英犬 完成不了的工作 场地的安保 像那个床底啊 桌子底啦 或者说像这个体育场里面的小座椅啊 大英犬都是无法钻进去的 说实在的 我一开始是没有看好 我也是有质疑的 但是我看到这只犬在日常的训练中 它的这种与训导员的这种配合 它呈现出来的这种结果 它展现出来的能力 真的是在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甚至比有些警犬的训练 它的节奏还要稳 它的呈现出来的结果 是还要让人喜出望外的 我就对它的这个信心和好奇感 就越来越多 其实它也在鼓励着我 我觉得是 不管是面对挑战也好 还是我们去挑战一项任务也好 我觉得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信心 带来一些支撑 目前已经是预备一警犬的福仔 接受训练已经四个多月了 每天的训练分为上下午 涉及多个科目 包括服从 搜报 绣纹等等 在整个诱训过程中 福仔的表现都十分亮眼 是个优等生 这四个月的训练 其实还是比较让我们满意的 你看它其实现在 还是一个六个月的小狗 按道理来说 我们这个犬在实战应用中 真正能够服务实战的年龄 是在一岁左右 也就是变成一只成犬 它的各方面能够趋于稳定 但是它现在六个月 我们看它的基本的一些服从 还有它的一些基础的 这种搜索类的 这种基础的训练 都是开展的比较扎实的 所以说我们按照这个节奏 稳扎稳打 应该是没有问题 记者在现场发现 福仔的原主人赵山 也来到警犬基地探望福仔 谈及把心爱的福仔 捐赠给警犬基地 赵山说 自己的初衷是希望福仔 不仅仅只是一只宠物狗 它也可以发挥出 它的社会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